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回忆至今仍是我人生最开心的一段 可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为我的回忆抹上污点 时过境迁 我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青少年 有天 我在YouTube上看游戏影片时 突然弹出了一个视窗 我吓了一跳 正准备要将它关闭时 我意识到 这是一个贩售二手超级玛利欧64游戏的网站 我通常不会相信任何跳出的视窗 可这次怀旧的感觉压倒了我 我竟有了购买它的欲望 可这笔交易十分奇怪 卖家希望买家寄出一封内 含十美元的信件 而不是使用PayPal之类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虽然我还是照做了 但却发生了另一件怪异的事情 我从浏览记录中找回弹出视窗的网址 想再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可网站只出现几行字 404找不到网页 我也就此陷入了默默的等待 幸运的是 我没有遭到诈骗 在十美元的信件寄出后的几天 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里头还真的是超级玛利欧64的游戏 于是 我马上就拿出游戏机 开启了游戏 荧幕上出现了熟悉的面孔 你可以随意地拉伸或扭曲玛利欧的脸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总是边玩边笑 看来我真是完全没变呢 我将玛利欧的耳朵 拉成像是精灵的样子 接着 当我要进一步恶搞玛利欧时 电视发出了响亮的静电声 玛利欧的脸开始扭曲变形 虽然有些恐怖 但变形的方式是游戏中可以做到的 我也只是将其当作一个彩蛋来看待 可不知道是错觉 还是怎样 仔细听的话 能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低语着 那个声音结结巴巴地误咽着 我无法听懂那个声音 究竟想表达什么 当察觉到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后 我停止了这场游戏 并重新开了一个档案 奇怪的是 游戏跳过了B机公主的开场 独白和动画 游戏中没有音乐 只有一片死尽 我唯一能进入的门 就是和库巴对决的关卡 其他的门都误失了我的操作 进入关卡后 库巴的肖像画和平常不一样 那是一片白茫茫的油画 而我则试图说服自己 这些都只是小巴格而已 接着 空白的画布 变成了致命的容颜乐园 那些火焰 还带着邪恶的微笑 这时任务栏上多了 回头 在我驱使玛丽欧这么做后 画面进入一片漆黑 我在这时松了一口气 我想 我终于可以享受 我最喜欢的童年游戏了 但事实并不像 我所想象的那么顺利 我看到路易吉 我惊呆了 因为路易吉不应该出现在这款游戏中 可他就注立在前方 看起来理所当然地站在那里 直到我从震惊中缓解过来 便开始接近路易吉 这时 他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跑走了 而我意识到 或许他是要我跟着他 于是我追着路易吉 穿过了各个地方 每当我捡到一枚硬币 敌人和音乐就会变慢 而景色会变得更暗 更病态 情况一直在恶化 直到我捡到第五枚硬币 音乐停了下来 敌人就像死去一般躺在地上 我真的吓坏了 但我仍然没有停下追逐的动作 在我到达正一点一点被洪水淹没的长廊时 一个巨大的 快撞的黑色斑点朝我袭来 路易吉和我的距离越拉越远 在逐渐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 我持续地奔跑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玛丽欧看起来只是在原处都圈子 而我只想知道结局是什么 就在这时 黑色斑块追上了我 他将玛丽欧笼罩在黑暗之中 可玛丽欧表现得很淡定 既没有尖叫 也没有反抗 玛丽欧被吞噬带尽了 下一秒 玛丽欧回到城堡里 我失去了三条命中的其中一条 那幅画又发生了变化 玛丽欧在画中被肢解了 可我还是不死心地 继续进行游戏 这次玛丽欧进到一个又小又暗的房间里 角落摆着一架钢琴 这时 钢琴忽然动了起来 并冲向我 而我既没有出路 也没办法破坏它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玛丽欧的血量归零 可平常的死亡动画并没有发生 取而代之的是 玛丽欧被钢琴弄伤 血和内脏喷溅在地板上的画面 随后 城堡毁灭了 田野着火了 天空一片漆黑 小孩的声音出现了 你救不了他 库巴的笑声也如同嘲笑我 一般在掺杂在背景音乐中 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碧姬公主的脸出现在画面上 一声响亮的尖叫声 毫无预兆地打破了这段循环 碧姬公主的嘴张得很大 而眼睛则是空洞的黑色 驱在眼窝中蠕动着 内脏慢慢地从身体里流出来 这时 我又能够操控玛丽欧了 眼前是一片深邃且漆黑的大海 可里面根本看不到任何生物 玛丽欧跳入水中向下游动着 除了一片漆黑外什么都没有 我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玛丽欧从未喘不过气 就像他早已不再是肉身了一般 经过了数十分钟左右 我认为根本游不到镜头想着要回去 转身后 不知道从哪来的巨大乌贼 冒出来吞没了玛丽欧 接着 荧幕慢慢地淡出 最后 出现了我和家人的照片 我们从一开始欢笑的面容 慢慢变成眼神空洞的样子 身体也从完好 慢慢变成腐烂的样貌 直到我们成为几具白骨为止 我觉得很恶心 甚至有些想吐 于是我关掉了游戏 想要洗刷掉这一切 可无论我选择刚刚的存档几次 画面都只会出现 我和家人的恐怖照片 最后 我放弃了 可同时 我也注意到除了我的存档外 还有其他的存档 我决定将其打开 可画面又出现了骷髅的照片 只是 他们不是我和我的家人们 排列的位置和人数并不一样 仿佛 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家庭 我和家人们之间的建筑